我先練第一個 冤航 他說見到你開朗的言 心情就變好了 繼續 繼續保持下去喔 上帝祝福你要走的路 謝謝冤航 這是冤航 然後再下是冤航 謝謝你做的甜點 祝你生日快樂 也祝你未來在加拿大工作室內 與男友幸福美滿 再來下一個 謝謝草雲 他說很欣賞你的落落大發 和工藝感 謝謝你的奶酪和創業 外國生活的分享 很享受跟你的 Talking time Happy Birthday 再下一個是代代 代代 你的美麗與好手藝 是我熟悉愛且羨慕的優點 真的很高興能認識你 Wish you a wonderful life in future and a happy birthday to you 謝謝 再來是宜安 宜安回娘家 對 他說 Maya 原來我們從小就認識了 超漂亮 認不出來了 好佩服你到國外闖道的勇氣跟成就 生日快樂 早日結婚 WOW 好 再來是老師 很高興認識你 你真是美麗又大方 日你長日到加拿大及美國 好 謝謝老師 再來是蘊涵 Happy Birthday 對 這是什麼 祥恩愛你 下一個是 Victor Victor 喔 Victor 台北那個 一個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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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的那個 他也是IPI 他也在IPI那邊 你的開朗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祝福你未來 祝福你未來 祝福你未來一切平安喜樂 Happy Birthday 謝謝 那講你的願望跟感想 我的願望 第一個當然希望大家能夠 平安 就平安是很重要的 沒有平安 活得沒有意義 就是你的人生是比較沒有意義的 對 要活得平安 然後孝敬父母 然後愛你身邊的愛你的人 然後第二個就是 希望大家能夠在未來有好的未來 跟歸屬 呀 歸屬 米生很重要 要有歸屬 對 然後 下 第三個願望我下禮拜再來學 對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